我都不知道我的初夏作截竟 以前我从来不知道有什么详细 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在青岳区的学校的时候 他在领域上详细的详细 有他不一定跟我的朋友说 我真的很不惜 我的表演表演很厉害 因为我曾经抱歉 受伤 然后一直好了 但我不停打电话叫我去 可能我都不想来 但是因为自己反而去 还好我都习修他非常好 但我很多人都会多 所以我就来了 有一天我就觉得好像不可惜 我都不要相信了 可是我总不想感动 因为老师他讲了一句 我大概在那个时间 就是做东西之上 不愿者是在教课 有看到这么多人说 他们就是做出到我们的时间 所以就是为我们也会来帮助我们 不想我们有好的身体 所以我再继续来 然后 然后我们应该应该不去 然后说 因为我有时间 已经有运动时间了 都蛮辛苦的 因为我是右手 所以我常常说 就是比较痛苦 所以我先上他都打到一分的下 他都做了 可是我还是要痛 所以常常都用伤他 然后又很痛 然后半天回去 然后半天一来的时候 我更痛 比平常是更辛苦 啊 我以为是这么一直不舒服 然后跟那个师姐讲 他说 不请你啊 这是他很好的反应啊 嗯 你相信吗 现在相信 啊 现在才相信 然后 为什么你会相信呢 现在有什么 感变啊 因为 因为礼拜你很痛 礼拜很好的一些 然后礼拜三的时候 嗯 那 了解环璧的时候 我突然好像 很磨伤 这个结合 这个好像松了 哦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哟 松了以后就好像 不行 不行 哈哈哈 你看原来 在举起来 我看一下我 没问题了 没问题你举起来 让大家看看吗 就是怎么样 原来是怎么样的 原来 原来大概是这样子 哦原来是这样子 这样子 现在能用这样子 最重要就是不痛 举起来 举起来 很松的举起来 这个可能就是没有 两个手 两个手举起来 可以 刚刚刚刚刚 啊 好了 都可以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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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如果我们继续上去一定会好的 嗯 谢谢你 OK 谢谢阿姨 好 一定会好的啊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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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